第四野战军 比如四平保卫战 三下江南 锦州战役 沈阳战役 辽沈战役 平津战役 恒保战役 广西战役 从基林打到沈阳 从沈阳打到天津 从天津打到湖南 从湖南又打到广西 跨越整个中国大地 战无不胜 攻无不克 那么二宗司令是谁呢 就是开国上将刘正 刘正虽然是虎将 但早年却是政委出审 1934年 红25军打了圣长 军长徐海东开会总结经验 当时还是个普通大兵的 刘正出口惊人 这次虽然胜利了 但还算不上完胜了 徐海东一愣 望着这个出口不凡的士兵 让他说说怎么不是完胜 刘正侃侃而谈 一再进攻敌人山头时 火力没有组织好 造成我方较大伤亡 二是退却实命领不统一 对行混乱 致使部分部队损失 三是进仓库被法币实际掠完 如早半个小时效果更好 徐海东听完 拍手教导 刘正这个兵有战术眼光 可以当连指导员 就这样一个普通的士兵直接被提拔成年级干部 后来刘正历任营政委 团政委 市政委等职 一直到抗战时期 才被任命为独立团团长 开始了前线指挥生涯 刘正最辉煌的时期 无疑还要输解放战争 1946年 四野当时叫东北民主联军 组建第二纵队刘正被任命为纵队司令 政委是同样大名鼎鼎的吴法县 请注意 二纵还有的第五是 师长比司令都有名 就是中委 图 前还有起 刘正 吴法县 刘亚楼 有意思的是 刘正 吴法县 中委 三个人都是1915年出生 同龄人 1948年秋 毛主席电令林彪攻克锦州 林彪认为打锦州还没到时候 几次推辞 甚至给中央军委发报 请主席头脑清醒思考之 这话 林彪确实说得有点过头 但也充分反应了 他确实不想打锦州的想法 这时 刘正跳了出来 说 怕什么 你不敢打 我们二纵来打 林彪显然被刺激到了 在罗戎团的劝说下 最终同意了攻打锦州 1948年10月7日 林彪调集25万精兵 围攻锦州 其中 刘正的二纵自然是攻城主力 并立下军令状 拿不下锦州 我提头来见 刘正敢说这样的话 自然不是没有原因的 早在红军时期 刘正就对大炮情有独钟 一有空就钻研炮战理论 因此 二纵的步炮结合战术 是四眼最强的 10月14日 总攻打响了 数百门大炮一起赏阵 惊天动地 只一天时间 就攻撤了这座固若金汤的锦州城 十二万首军土崩拔起 东北脚总副司令 范汉杰也成了俘虏 范汉杰被送到司令部后 对林彪 罗荣环说 你们 的炮火太猛烈 出乎意料 我们的炮火全被压住了 我们的指挥所到哪里 你们的炮火就跟到哪里 真神啊 对毛主席坚决打锦州的决定 范汉杰也表示了佩服 打锦州这一招 非雄才大略 是下不了这个决心的 锦州好比一根变的 一头挑东北 一头挑华北 现在变蛋断了 不知道林彪听了会怎么想 建国后 刘真又接到了 另一个艰巨的任务 担任东北军区空军司令 要知道 刘真自从参军以来 一直都是地面部队 甚至连飞机都没坐过一次 现在直接让他担任空军司令 这也太突然了 但空军总司令刘亚楼说 怕什么 我们当红军打仗 不也都是从不懂得懂的吗 扛美远筹开始后 刘真又被火线任命为志愿军空军司令 率领部队加入了战斗 一边是世界上最强大的空军力量 一边是成立仅仅几个月的吐台班子 可想而知差距有多大 然而就在全世界都在准备看笑话的时候 志愿军空军部队却给了美国空军迎头痛击 短短的三天时间就击落 往26架美军飞机震惊了全世界 1955年9月 刘震备受与上将军衔 年仅40岁 是开国上将中第二年轻的 有趣味 有思维 有品味的三味历史 请关注微信公众号 MASHA108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